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开始上课 这学期的课程是应用历史二 主要是动力学 上学期我们上过净理学 这学期上动力学 那我们知道顾名思义 动力学是会动的 是会动的 会运动 所以动力学 那刚刚上课之前的话 同学提到说 你们都知道我的习惯 希望说课多上一些些 然后就可以让我讲清楚一点 所以我通常都会 5点20不下课 通通拖到半个钟头左右时间 那有人觉得太晚 你们认为呢 那如果说 因为如果到第二节上课 有同学有课 对不对 有几个同学有第二节的课 这是第六节 第六节 第六节 2点10分到3点那节课 因为这个课是另外加的 所以不能说完全不顾同学的权益 所以我是这样建议好不好 说我们就2点可能50来上 就上到5点20这样子 各退一步了 各让一步 或者3点3 上到5点半也可以 两个半钟头 3点3到5点半 好不好 这样对选第二节的课 同学影响也不大了 你可以晚一点点来 没有关系 好不好 反正没看到东西 可以看那个录影带 好不好 好 我们以后的3点可以上 上到5点半下课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不影响啊 好 好 那这学期呢 我的讲义也放在网络上面 你们就自己去那边 呃 当录下来 就可以参考 呃 其实那个跟书上的差不多 你们不当录也没有关系 不过说比较精简一点 看那个东西会稍微省点时间 不过详细内容还在书上了 这个学期呢 我们这本动力学的课本 总共有9章 第9章是震动学 通常是来不及 不会教到 第8章呢 就是那个3D的 三度空间的动力学 那个难度蛮高的 一般动力学大概都 不会碰到那个地方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尽可能说前面上完第7章 17章呢 多上一些18章 那18章的话 跟你们这个这样好了 会上 会有可能上 可是不会给你们考试 不会给你们考试 主要我要上什么原因呢 因为 你们以前所学的东西 都是平面2D的动力学 那3D动力学呢 有很多观念 是完全跟2D的现象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希望能够讲一些3D的动力学 可是那个难度比较高 可能对二年级同学来讲 是稍微辛苦一点 所以我会上 可是呢不会给你们考试 这样可以吧 这样够意思吧 OK 那 一样我们总共有 11章到17章 这7章课程要上 那考试呢也是3次 12章一次 34章一次 就5、6、7 因为5、6、7 那是同一个系列 都是在讲rich body的 是一次考试 那分数是30 30 第三次内容多一点呢 可能就占40 占40 那11题一样有分数 也还有平常的随堂考 所以你们的计算机 跟那个 跟那个 那个 课本一定要带来 一定要带来 好不好 随堂带 好 那你放心 我不会三点考试 所以你不用赶过来 我要考试也是 下课前你几分钟才会考 好 那在 正式上课之前呢 我先把你们把动力学的整个课程呢 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让你们随时学起来呢 比较知道你们在学什么东西 好 第一个 我们从dynamics 主要分成两部分 一个叫kinematics 一个是kinetics 一个是kinetics kinematics 主要是叫 中文可以翻译叫运动学 就是你们 一类是你们的机构学 这个部分呢 是 就是 寒道 这个是 位置 时间 速度 加速度等等的问题 的关系 在这边先建立起来 在这个部分呢 完全没有 力量的介入 完全 在不考虑力量 一个 运动过程中间 它的位置 速度 加速等等 到底什么样一个关系 这个叫kinematics kinetics kinetics呢 就是加入力量以后 force加进来 影响 怎么影响的运动 就是 主要是牛顿第二定律 跟第三定律 就是 force F等于MA 就是你们以前过去所习惯 就是这个是 所以kinetics这个部分 kinematic部分呢 就没有牵涉到力量 只谈到这些 运动 起来一些相关的位置 那这个是 两个大分类 那对 我们考虑什么东西呢 考虑是 什么物体 就是我们考虑的body 两个部分 一个是particles 一个是rigid bodies 考虑 两类型的物体 一个是 子典 一个是 钢体 子典 这只考虑 一个single particle 所以在考虑particle的时候呢 这个只牵涉到有 这个 垂直 垂直水平方向的 运动方向 这个东西呢 是没有考虑的rotation 不考虑rotation的 rigid body呢 除了考虑水平垂直运动以外呢 还要考虑它的转动的 脚速度 脚架速度等等 所以主要是这两个部分 那按照书上的章节呢 它是这样子 这边有两个 这边两个 二二长起来有四个 不同的 那个内容的介绍 第一个是 kinematic of particles 子典的 运动学 再过来呢 就是 kinetics of particles 子典的 那个动力学 这个应该翻译动力学 子典运动学 子典动力学 再过来 就是谈到一个 sist of particle 一个子典群的 运动学 跟动力学 再过来就是 rigid body的 这个 运动学 跟动力学 大概是这样一个分类 所以第十一章 就是谈到是 kinematic of particles 十二十三章 谈到是kinetic of particles 主要是牛顿第二定律 再过来呢 把它演变成为 这个energy 还有这个 impulse momentum 等等这些东西 第十四章 谈到的是一个 子典群 就是整组子典 怎么 它的运动怎么计算 从这个整组子典 来开始呢 就导进去这个 rigid body的地方 所以第十五章 就是kinetic of rigid bodies 十七、十八章 就是kinetic of rigid bodies in two dimensions 平面的问题 第十八章 就是kinetic of rigid bodies in three dimensions 的一个介绍 那第十五章呢 谈到kinetic of rigid bodies 是2D、3D都有 不过在这边呢 我只会讲到十五章 只讲到2D部分的kinematics 就介绍十六、十七章的 平面的rigid body的动力学 那要讲到 第十八章的3D的动力学呢 会回个头来 先讲到3D的运动学之后呢 才来谈到这个3D的动力学 所以这个呢 如果最后有时间呢 我会留两个礼拜时间呢 跟你们介绍这个3D的运动学 跟3D的动力学 那里面呢 会恐怕会打破你们过去一些 刻板的观念 比如说你们认为 AF等于MA 这个观念的话 基本上来讲 这个是不完全正确的说法 那 你们有没有想到说很多问题的说 你们有没有想到说 一个 子弹在枪里面呢 发射出来 它不是这样子发射 它要旋转出来 要有一个旋转 一个来福线 把子弹的高速旋转发射出来 比较稳定 为什么 脚踏车 你们骑起来 它很稳定的 你不骑的话 你没有办法维持平衡 它会倒下来 所以为什么 脚踏车轮子是这样骑 这样骑呢 照说是只有这个方式的momentum 往这个方向 轮子这样骑 那如果倒下来呢 moment在这个方向 对不对 moment倒下来嘛 这样倒下来 所以moment在这个方向 那为什么搬下龙头 它会平衡掉呢 你搬龙头这个 转动的时候呢 是在转动方向 在这个方向 我们以右手定着大拇指 三个方向 互相垂直的 脚踏轮子 转这个方向 moment 让它倒下来 或是让它搬回来 这个moment 在这个方向 转这个龙头 在这个方向 这三个方向 分别互相垂直 可是它有一定关系存在 这个是2D的理论 推导不出来 在3D理论呢 可以推导出这个结果出来 好 好 那我想 我们就下面呢 就分别一层一层呢 把这个关系介绍 首先开始介绍 Canematic of Particles 第十一章的内容 对了下个礼拜好像是弹性放假 对不对 弹性放假是下礼拜六补课 那怎么补我们 下礼拜六是没补 对啊 所以补课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就只好利用每一次多上课的时间来补 好不好 如果 反正我是原则上大概今天可能是六点钟以前 以后大概上到五点半左右 然后 我尽量不会超过啦 尽量不会超过 好 利用那个多的时间来补啦 除非 除非 礼拜 下礼拜一 你们会在学校吗 会让我来上课吗 我是可以啊 你们看你们啦 这学期班代表有没有换还是你吗 还是我 还是你啊 要不要上课下礼拜一 不是我说了算 蛤 要不要上课你们觉得 如果公司要上的话那下午 如果说 因为公司老师已经有可能会上 公司又是礼拜 你来早上下午 早上啊 早上啊 好啊 如果你们公司老师上之后不差我啦 我也上好不好 如果说你这样好了 如果公司老师上你告诉我一下 那就我就一个email通知大家下午就来上课 我们就可以两点来上了 好吧 公司上不上 就这样下午一点就可以穿到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好 动力学 这是我们要分析一个物体的受力情况以后 它的运动过程中间怎么分析它 这个是动力学 我们静力学呢是at rest 在静止状况 这个是在motion状况分析它 那刚刚提过说 主要呢就是有kinematics 跟kinetics 两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刚刚提到很清楚 这是指 在没有force情况底下 我们谈这个物体或是particle 它的位置 速度 加速度 时间中间的关系 好 那在这个 对于我们这个particle来讲 我们大概会分成kinematics 就是kinematics 分成两个部分 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requirlinear motion 另外一个就是queirlinear motion 另外一个就是queirlinear motion requirlinear motion就是线性运动 物体particle 在这边呢指在这个线上运动 不是往左 这是往右 它没有第二个方向 这种呢指在一个线上面直线上运动 这个叫requirlinear motion 当然 queirlinear motion是不指在线上运动 它可以是两度空间 可以是三度空间的运动 这个叫queirlinear motion 这个大概这样分法 好 那么首先呢从简单开始慢慢一个个介绍 好我们先讲requirlinear motion of particles的问题 这是第十一章的第二节 好 这个是requirlinear motion 这个部分 好 那么particle 在这边 既然它是一个线性运动 我们就以这个线 作为这个particle 运动的轨迹 它一定指在这个线上面 我们在这边定义一个坐标圆点 我们随便找一个适当位置 把这个定乎坐标圆点 当你particle在某一个位置上面 比如说这个坐标 是叫x 好 比如说x等于5 正5 我们往 通常是往右为正 往左为负 5 这是代表这个particle 现在的位置 是在我们定义的圆点的 右边五个单位地方 如果定义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是 叫xπ好了 xπ y等于-2 就是particle 在我们这个坐标圆点 左手边 这个是-2 就是两个单位的地方 好 要注意 这个圆点怎么确定 这个圆点随便你定 你在几题目 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呢 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 作为圆点 这个圆点定义好以后呢 不要随便更动它 如果圆点更动的话 表示说你这个是一个moving frame 所谓这个圆点就是一个坐标系统 这个坐标系统是固定在地球上面 我们 看这个particle 对这个圆点怎么做怎么运动 有一个参考点 如果你圆点也会动的话 这个代表是一个 你的坐标系统是会运动坐标系统 这个moving frame 要moving frame不是不可以 可以很多东西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这个时候呢变成是相对运动的问题 那我们谈到第十二章以后 kinetics 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你牛顿第二定律 以你们熟悉这个f等于ma 这个没得证明 这个从实验出来的结果 这个牛顿第二定律 只能用在所谓的牛顿坐标系统上面 我上次你们物理老师跟你们讲的很清楚 牛顿第二定律只能用在牛顿坐标 在我们工程问题呢 我们不要搞那么复杂 固定在地球上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我们把它定义成为是 牛顿坐标系统 这是牛顿第二定律 可以用在固定在地球上面 坐标系统 有误差 可是误差呢 我们工程问题可以接受 所以你今天这个坐标系统 这个坐标点 固定下来 固定在地球某一点 不动它的话 那你所有particle的kinetics部分呢 那你所有particle的kinetics部分呢 都可以适合用牛顿第二定律 如果你这个坐标原点 会移动的 那你这个particle的 对这个系统加速度呢 就不能用牛顿第二定律来去计算它 重点在这个地方 不是不能移动 移动以后呢 要做修正 要做修正 所以这个坐标原点 是这样一个设定 好 当然了 这个particle呢 批在这个地方 它的运动也可能是一个时间的函数 比如说像书上给你们呢 这个x 是等于 这个是6个t平方 减去 这个t的三次方 它的函数这样子 这是在不同的时间 这个particle有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位置 所以 t等于0秒 它在这个位置 t等于1秒 这个位置等于2秒 这个位置 在不同时间 会有不同的位置呈现 以这个function 来代表这个particle的位置 好 那么再过来 再过来 看看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这个有一个delta t 时间可能是0.5秒 0.1秒 这个particle 它的位置差多少 这是delta x 两个相处 这个是单位时间的位移量 单位时间位移量 这个我们定义成为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就是在这个delta t 时间里面 这个particle 运动的平均速度 就是单位时间的位移量 当你这个delta t approved to 0的时候 这个东西呢 我们称之为 instantanate velocity 瞬间速度 瞬间速度 这等于dx dt 这个关系 这是一个微分的关系 好 所以定义出来 这个是单位时间里面的位移量 这个叫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如果这个时间够小的 0.1 不够小 0.001 0.0001 等等 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这个时间 它的位移量多少 这代表说 我这个particle 在这瞬间的瞬间速度 叫instantanual velocity 这个叫 这个叫瞬间速度 这是在那一瞬间 比如说t等于3秒 这个时候呢 dv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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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等于多少 这个就叫3秒 中式的瞬间速度 比如说以这个 x等于6t平方 减3t 好 dx dt 就等于12个t 减去3个t平方 好 当你t等于3秒的时候 3秒的时候 这个36减去339 9 27 不要算太多 太大 不好算 算1好了 t等于1秒 1秒的时候 这个12减3 这是dx dt 等于9 12减3 这个9 9个meter per second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t等于1秒的时候 它的1秒钟 那瞬间 它的速度是 每秒钟9m的速度 再往正的话 往右边前进 好 那个速度呢 是有方向性 正的 代表 往我们坐标的正方向 这右边 负的代表往左边 往左边 所以在这边呢 particle 在这个地方 p在这里 v等于0 大于0 表示往右边 v小于0 是往左边 运动 原点o 在某一个位置上面 某一个位置上面 同样道理 同样道理 它有速度 对不对 速度也是一个时间的 速度也是一个时间的函数 那我们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速度 那我们在某一个delta t时间里面 观察到速度变化呢 是delta v delta t delta t 是单位时间速度的变化 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 average h的 acceleration 平均加速度 单位时间的速度 一秒钟 这时候 它速度是往右的 9个meter per second 1.1秒 它是9.1个meter per second 所以 在0.1秒里面 它增加速度是 0.1个meter per second 平方 这个呢 在那个0.1秒瞬间里面 它的平均加速度 同样道理 我们当delta t abros to zero 时候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写成为 a等于dv dt 这个呢 就称之为 瞬间加速度 instantaneous acceleration 瞬间加速度 好 那一样 a大于0 代表 它是 速度往右边 越来越快 就是速度是增加的 这个是t的时间 速度是这样子 这个是t plus t时间 速度是增加的 我画到故意长一点 这个是v 再at t 这个呢是v at t plus t 所以这个是 往右边速度增加的 这个是叫正的加速度 好 如果说 原来那么快 过来变那么慢 这个是t 这个是t plus t的情况底下呢 这个a是小于0 a是小于0的 小于0 ok 那同样道理 往负的方向呢 这个刚好相反过来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有正负的符号定义 圆点在这个地方 好 t等于0 t等于t的时候呢 速度是这个 那么小 这个v t plus t的时候呢 速度是变那么大 请问 a是大于0小于0 大于0小于0 小于0 小于0 因为这个是 从负1到负2 所以这个是 a是减少的 v是减少的 所以这个小于0 小于0 那同样道理 从 往负方向 原先 负的比较多 到后来 负的比较少 这个是t 这个是t plus delta t 这个呢 a是大于0的情形 所以你不要看它 不要看它绝对只大小 要看它方向性 看它方向性 所以这个a跟v是有方向性的 有方向性的 好 那 另外 这个 在这边呢 这个x既然有方向性 所以这个v跟a 基本上来讲 它都是一个vector 它有方向性 它是 它是一个向量 往右为正 往左为负 往左为负 那另外 这个v的manitube 我们这个等于小v来表示 这个是代表manitube of这个velocity v v跟a v velocity a exhalation 它本身是一个vector 正是往右 负是往左 如果说把它大小框出来的话 只看它大小呢 这个称者叫speed speed of 这个velocity 它的speed那么大 speed那么小 所以这个呢 它的speed是增加的减少 是减少 是减少的 这个speed呢是增加的 如果说 speed减少 当v delta v 小于0的情况底下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做dissolation dissolation 不代表是负的加速度 不代表加速度是方向性 从1增加到2加速度 从负1增加到负2 这个叫减速度 可是负1到负2呢 速率增加 速率增加 所以我们往往看到 高速公路上面 你有注意开车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限制多少 限制每小时90公里 或是100公里 它叫什么 叫velocity limit 还是叫speed limit 叫speed limit 叫speed limit 好 一个路在这个地方 一个排在这个地方 好 告诉你speed limit 是 所谓你可以看到 用你看到 是速率限制 不是速度 limit 90km per hour 每小时90公里 所谓速率的话 不管你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你的速率 manitur 都不能超过90公里 每小时 如果 它这边写是velocity limit 就完蛋了 好 如果我这边为正的 那往这边走 不能超过90 往这边走呢 我到-100 -200 可不可以 没有超过你这个规定 好 对不对 小于 小于你这个90 我-200 还是小于它 所以没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 只能叫speed limit 不能叫velocity limit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有牌子就 没有叫速度限制 叫速率限制多少 是有这个道理 好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 整理一下前面这个结果 我们对reclinic motion来讲 有一个particle 它的x 位置 是一个函数t t的函数 这个是叫position vector 代表这个particle 对我们的参考原点 它的相关位置 第二个velocity 它应该也是一个实际函数 它等于是dv oh dx dt 它也是把x为分的函数 这个是一个向量 这个也是一个向量 再过来 excelation a 它是一个 d v v 又是x为分 所以这个呢 变成是二次为分 的一个函数 二次为分的函数 或是 dv dt呢 我们也可以写成为 dv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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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在我就不用写向量了 a等于d平方x dt平方 或是等于vdvdx 正负这代表是往右往左的方向就对了 这几个关键就是用来我们等一下做计算的时候呢 看你喜欢套哪个公司都可以 好 那我们举一个例来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这几个相关的关系 好 那现在我们given一个example x就是刚刚的等于6个t平方减去t三次方 好 那么这个v为分一次等于12个t等于dx dt 等于12个t减去这个三个t平方 再为分一次a of t 这等于dv dt 这等于12减去6个t 好 把这几个图画在 把这几个公司画成图来表达 好 这是你们书上的三个图 这个是x对时间的关系 这个是v对时间的关系 这个是a对时间的关系 画在图形是这样子啊 好 这条线是这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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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这个直线 好 看看这几个地方 这个是等于0地方是2秒 没有画得很好啊 2秒大概对应到这边来 对应到这边来 这个v会是一个 v的maximum 等于4秒这个地方在这边 对应4秒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x的maximum 好 大家看看 v等于dx dt 所以v这个curve 就是x这个curve的斜率 斜率 对不对 dx dt 就是x对t这个curve的维分 好 那如果你要找 x最大地方在哪里 是不是这个地方斜率为0 这个为0 所以不是最大就是最小 所以你要找 xmaximum 最远距离在哪 什么地方 你要找这个v等于0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代表这个时间 x会有一个最远的距离 v等于0 代表dx dt为0 所以这个是xmaximum 产生在这个地方 还记得我们上 学期那个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vement 那个关系吗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a等于dv dt a等于0这个点 代表dv dt为0 dv dt为0 代表这个slope为0 这个slope为0呢 也是代表这个时候呢 它的v不是最大就是最小 它的斜率水平的 所以你要找vmaximum 叫做a等于0地方 v就是maximum v等于0地方 对应x就是maximum的大小 就是了 所以这些关系 我们要记得 那将来你要去解题目的时候呢 就找到你要找的东西出来就是了 至于说 什么地方挣什么的负 这些东西呢 我想我就不必谈了 你们从图上看得出来 好 那么了解这两个基本关系以后 我们就要去 如果今天给你这个 x的函数是t的函数 维分一次 维分两次 相当完整的 走可以把它 velocity 对时间的关系 accelation 对时间关系 很清楚求出来 可是往往很多问题 就是我们 给你一个加速度 怎么求它的velocity 怎么求它的 位置函数 这些东西 要倒过头来做积分 倒过头来做积分 好 所以下一节呢 先告诉我们说 Determination of motion 好 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虽然在这边呢 是谈Canematics 是没有谈到Force的问题 可是我们知道 牛顿定律 Force是跟什么 Exhalation产生关系 所以你知道Force 除上M 就是知道Exhalation 怎么样从Exhalation 倒过头来去求 你的velocity 求你的位置 这个倒过头来求 给你Force 你知道Exhalation 倒过头来求 所以一般来讲 A 通常是一个 Function of X V and T 可能是GC函数 GC函数 有可能是constant 好 比如说我们对一个Spring来讲 好 我们是 牛顿定律律 F等于MA 所以A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Force 除上这个M 除上M OK Force呢 这个等于是Kx 我们知道 对Spring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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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是等于K乘上X 等于X等于MA A 所以你看看A等于什么东西 A等于K 除上M 乘上X 所以A呢 是一个X的函数 K跟M 都是constant 所以它有可能是X的函数 OK 那 对自由落体来讲 A等于A等于A等于9.81m per second square 这个等于Constant 跟这几个都没关系 它有可能是Constant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时间函数 有可能是位置函数 有可能是Velocity函数 对于这种 油压系统来讲 这个可能是Velocity越大 它的减速度越大 等等 那我们现在 怎么样 像经由A来计算我们的Velocity 跟我们的位置 有三种情形 第一个 如果A 是一个function of t 这个比较简单 它是一个时间函数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直接利用 A等于DVdT 等于F 积分我们都知道说 要把相同的变数 组在同一边 所以变成是DV 等于FT DT 积分 从 开始 0 到现在的时间T 这个呢 从开始的速度 到现在的速度 所以V0到V 所以积分出来的结果呢 变成是V 就等于 V0 加上这个积分 0到T F of t DT 只要你这个是一个时间函数 这个积分就可以积得出来 再过来第二步 要求这个position 就再做一次啦 V 等于DX DT 所以V 现在呢 是一个时间函数 所以变成DX 就等于V of t DT 两边积分 两边积分 0到T 这个积分 从X0到X 所以X呢 就可以等于X0 加上这个积分 好 就可以 这个是一个Initial Position 开始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一个Initial Velocity 开始的速度 速度 加上这个以后呢 你可以算出 在什么时间 它有多少的速度 什么时间 它的位置在哪里 走 因为这几个都是T的函数 直接积分就可以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A 它可能是一个Function 的X 就像刚刚弹簧 它是跟位置相关的一个加速度的函数 好 那么求Velocity 怎么求 好 那我们 A等于 DVDT 等于Function X 那这个有 V是什么函数 我也不知道 这个变数 DT 这个是T 这个是X 这几个呢 有三个变数里面 你没有办法移到同一边的积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A用DVDT 跟Function X这个是搞不在一起 没关系 A我们刚刚不是有 另外一个方式呢 它是什么 VDVDX 它又可以写 VDVDX 那就只有V跟X 这个是X 这个X 对不对 把它X移在一边 变成是VDV V 就等于FX DX Separational Variable 两边变数分离 只有两个变数 分离在两边 这边积分 这边积分 当然积分下限 是Velocity V0到现在V 这个呢 是X0到X 所以这里积分出来是 2分之1的V平方 减去V0平方 等于这个是积分 X0到X F DX 这边出来都是一个X函数 X函数 所以这边呢 就可以算出来 V 就可以写成是一个 Function of X 的一个函数 这个是 已知 Initial Velocity 右边这个是一个X函数 所以这个Velocity V 是一个X的函数 X函数 好 有了V以后呢 再过来 我们就看 V要等于 DV DXDT 这个V呢 是X函数 所以这里面呢就X Sorry X跟T两个变数 所以移过来呢 变成是DT 当于DX over V 这样一个结果 两边积分 积分 积分 从X0到X 这个0到T 这可以算出 这可以算出 展开出来以后呢 变成是 X是一个T的函数 这可以把它计算出来就是 X跟T的关 或者是 你这边可以写成说T T是 T是等于一个Fx 你逆过来呢就可以 反正Anyway 这边呢就可以建立 时间 跟位置的一个关系出来就对了 所以你看看 如果说 这个Excelation 是一个Fx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 还可以建立 它的Velocity 跟X什么关系 T跟X什么关系 当然Velocity T跟X有关系以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关系带回这V呢 也可以算出 V跟T什么关系 一样可以算得出来 第二种情形 第三种情形 它是一个Fx的函数的时候 它是跟Velocity相关 这个通常在一些油压系统里面来讲的话 你速度越快 它的加速度 就会跟着 跟着 增大或者减少 它是一个FxV的函数 好 在这边 那A呢 我们刚提到说 它等于DVDT 那V跟T 只有两个变数 只有两个变数 就可以分离 把它分离 所以DT呢 就等于 DV over F of V 积分0到T 积分V0到V 就可以算出 T呢 是一个FxV的函数 或是V呢 也是一个FxV的函数 这两个可以逆转写过来 逆转写过来 好 算完V以后呢 既然V是时间函数 再积分一次 就可以算出X出来 后面那个就不必提了 那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刚不提了 A有两个方式行吗 A是等于VDXDT DVDX sorry VDVDX 好 A现在是一个FV的函数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是这个关系 就是纯粹就是建立一个 Velocity跟X的关系 一样把它移过来 分解变成是DX 就等于这个是VDV 除上FV 这边全部的V 积分就是V0到现在时间V 这个呢是X0到X 就可以算出 这个X是一个V的函数出来就对了 当然没有方式进去 没有办法算 理论上来讲 可以这个方式呢 来去把它算出来就对了 可以算出来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东西呢 也可以算出X的函数出来 既然已经找到T的函数的话 再积分一次 就可以算出X的函数出来 所以这几种可能性 时间的函数 位置的函数 以及Velocity函数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关系 来去把Velocity跟Position的函数 可以把它计算出来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我刚刚提过说 我们通常从 牛顿第二定律这边来的 一般来讲都是什么 都是给你False 先制到Exceleration 再怎么做Exceleration 去求其他东西出来 所以 为什么我们就倒过头来 做积分来去做计算 如果说 你直接给你这个X时间函数的话 微分比较简单 积分稍微困难一点点就是 好 那对于以上讲 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做补充说明的 后面看几个例题 就可以知道这几个东西的关系 怎么运用它 就是 课本你们都有了吗 都买了 上学系的已经跟你们说了好像 好 好 这些应该都很简单了 你们应该以前都学过吧 好 那么看几个例题 看几个例题 第一个例题 就是很直接 就是告诉你 X 等于 T的三次方 减去 6个T平方 加 -15T 加上40 好 单位 X 是meter 然后 T是second 没有 单位这样子 好 求Velocity V等于 Dx Dt 造写 3个T平方 减去 12T -15 好 A 等于DV 都是T函数嘛 所以直接积分就可以了 等于6个T -12 好 在这边 把这几个图画出来 好 现在问你 当 V等于0的时候 时间是多少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 它的Velocity 为0 那很简单 解这个方程式 解这个方程式呢 从这里解出来 结果 T是等于 -1秒 跟5秒的地方 通常来讲 我们-是不要的 因为我们就是 要算 从时间等于0 为0开始以后的状况 那 发生 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的时间呢 我们通常是不考虑的 所以我们 告诉你 5秒钟时候 它的Velocity是0 是0 好 那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呢 大概这样一个情形啊 5秒在这个地方 5秒这个地方为0 0 是这样一个情形 这个是2秒的时候 这个Exceleration为0 这个2秒的时候 5秒的时候为0 所以5秒钟 它Velocity 这个是直接计算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5秒钟 Velocity为0 这个V等于0 这个是 这个是 X对T 这个是 V对T 这个是 A对T 好 5秒钟 这个为0 为0的时候呢 这个多少 这个变成是 所以我们算出来 就是-60 X在这时候-60 -60 X为0 V为0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说 它的斜率为0 斜率为0呢 它就是一个 最大或最小值 以这个图来看呢 它是一个最小值 跑到-的最大地方 是-60米的地方 好 第一个 好 这个时候呢 加速度多少 对应出来是 A等于18个 meter per second 这个照算 就可以算出来就对了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第二个 他问你说 这个particle 从T等于4秒到6秒之间 这个particle 总共走过多少距离 走过多少距离 好 那T到4秒 你把T6-T4 就可以计算出 这个结果出来了吗 对不对 好 从第4秒到第6秒 这个particle 走过路场是多少 你可以看 4秒在这个地方 6秒在这个地方 好 T6等于多少 T6是等于 嗯 sorry 不是T6 X6 X6 接X4 X在第6秒的时候 它是等于-50 X4秒的时候 它是等于-52 -52 好 如果问你 这个particle 从第4秒到第6秒 走过距离多少 你拿两个相减 距离多少 2米 对不对 事实上对不对 很清楚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这里看到 在5秒的时候 在5秒的时候 有一个最小值 所以从4秒到6秒 它是有回头走的 如果问你从2秒到4秒 多少 如果这个是完完全全是正的 同一个方向 就是monotonic 同方向 两个相减 没问题 那这个是往下走 再往上走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能直接相减 应该 monotonic 往下减 这个方向 可以相减 往上走 这段可以相减 所以应该是 从负的52 这个是负的50 应该从负的52 走到负60 走到8米 从负60到负50 走到10米 所以这个距离呢 应该是等于18米 是8加上10 这样算出来的 计算都很简单 可是告诉你们观念 如果要你算4到6秒 走过多少距离 首先你看看 4到6秒之内 有没有一个veloved wedding 就是说它有没有 往回走的一个状况 有的话你就必须要分开来计算 如果没有 没有的话 就是直接向简单就可以了 好 这个题目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计算都很简单 好 第二题 是一个feely falling body 自由落体 a等于9.81mps 平方 这个重力加速度 往下 往下 好 在这个大楼地方 有一个球 原先在离开地面 20米的地方 在这里 往上抛 往上抛 它有一个initial velocity t 这个是y at 0 等于20m v at 0 等于10mps 往上 所有条件都告诉你了 开始撞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一开始有一个10mps 往上抛 重力加速度 9.81mps 要你算什么东西 请问 y y maximum 等于多少 这个时候的t等于多少 往上抛 往上抛 抛的最高点在哪里 最高点在哪里 最高点在哪里 这个时间 这个时候的时间等于多少 第二个算 当y等于0 落地了 落地时候 时间多少 它落地时候呢 它的velocity是多少 要算这几个东西 好 那很清楚告诉你 这个时候 a就是一个constant a是constant v呢 dV dT等于a 所以a就是积分 所以dV dT 等于 a 等于 9.81 这个负的 9.81 负.81 好 所以积分很简单 这可以算出来 所以积分 v0 到v dV 等于负的9.81 0到t dT 对不对 分开分别的积分 那这个左边呢 就是v 减 v0 右边这个呢 等于负的9.81 个t 就是8.81 好 那现在算什么东西 当v0 这个t分 等于是正的 10 往上吧 这个呢 你要抛到最高的时候 抛到最高的时候 x 是maximum的时候呢 v是多少 dV dt 等于x x 等于是v为0 所以这个等于0 等于0 就可以算出 这个时候呢 时间是 时间是等于 1.019秒 好 t等于1.0 几秒的时候 v等于0 v等于0 好 这个v等于0 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是 y 是 产生一个 最大值出现 OK 好 我们先知道这个结果 那我们再从这个地方呢 v等于v0 好 v等于10 减去9.81一个t 再积分一次 再积分一次 这个是v等于是 dV等于dV等于10减去9.81一个t的dt做这个积分 积分 这个是从y0积分到y 这个是从0积分到t 好 算出来这个一点都不难 减数出来的结果 是等于20加上10个t 减去4.905个t平方 这个积分出来 上下点代表去 20是y0 所以y是这个减数 我再写一写 那个v那是这个减数 v是这个减数 y是这个减数 好 ymaximum occurs at y v等于0 这是t等于1.019秒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 会有一个y分 你把1.019秒带进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算出 y的maximum是等于25.1m 从这里往上抛 20秒 最高只能抛到25.1m 就开始往下掉 因为在最高的瞬间 它的velocity已经是0了 不能再往上 就往下掉了 第一个 再过来要算 落地的时候 y等于0 从这里 y等于0 先把时间算出来 算出来 这个t呢 是等于 -1.243 跟 3.28秒 刚刚提过说 负的 不管它 我们要都是考虑 事情发生以后的状况 你就把3.28秒 带进这个v这个地方去 所以 v的3.28秒 出来结果呢 等于是 -22.2 等于是meter per second 往下 负的表示往下的意思 所以从这里往上抛 最高抛到25点多米 再往下掉 掉到地面上来的时候呢 在这瞬间 是 3.28秒 在这瞬间 掉到地上速度是 每秒钟 22.2米 的速度 好 所以在这边呢 很清楚 从 这个a告诉你 initial position initial velocity 知道以后 就一个一个积分出来 把上下圈带进去呢 就可以把这个题目 计算出来了 ok 好 没什么难度吧 所以我就不用多做说明 好 第三个题目 讲完这个就休息好了 一个油压缸 一个piston在这里 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 往左右 这样推进 那这里呢 留了条小缝 那油呢 可以推进来这边 油就从这个小缝挤过来这边 拉出来以后呢 油从这边回到那边去 ok 那这个是一个油压系统 那这种我们知道说 当你推得越快的时候呢 它的阻力越大 所以它的exhalation 这等于负的kv 它是跟v乘一个反比 v越快 它的加速度就 负加速度越大 好 这个是这个系统的特性 好 那现在请你推导出来 这样一个系统 如果我给它一个 initial velocity 的话 要算出 v of t 等于多少 算出 x of t 等于多少 要算出 v of x 等于多少 算这几个函数出来 给函数出来 好 我们given的是 initial velocity是v0 是v0 v at 0 等于v0 我的笔记写错 不是0 如果0 如果一开始没有velocity 的话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好 有一个v0的velocity 好 好 注意看看了 现在a 是一个v的函数 对刚刚我们分三类来讲 这个数是第几类 第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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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a 等于dv dt 好 等于负的kv 可不可以算 可以啊 case constant 这里只有v跟t两个变数 如果你用a 等于v dv dx x 等于负的kv 可不可以算 可以啊 因为它怎么 它只有v跟x的关系 用这个来算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 你可以看这个关系是怎么 建立velocity跟时间的关系 这个呢 是建立velocity跟position的关系 对不对 这个是v跟t的关系积分出来的结果 这个积分出来的结果是v跟x的关系 两个都可以算 对 两个都可以用 现在刚好要你算的时候 v跟t关系 你就用这个来计算 要算v跟x关系 用这个计算 那 算出v跟t关系 再积分呢 就可以算出x跟t的关系出来就是了 好 所以两个我们都用到 好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我们先把v跟t的关系积分出来 好 那从这里变成是 移过来就变成是 dv 把v移下来 等于是不是说 minus k 乘上 dt ok 两边积分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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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0到t 0的时候呢 相对它是v0 t的时候呢 它相对的是 current velocity v 这个积分出来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 natural lock的关系 变成是lock 这个是lock v带进去变成v0 除上v v除v0 这个积分出来结果 右边呢 变成是负的kt 这个结果 两边 take一个exponential 就变成是 v over v0 等于 exponential的 minus kt的关系 这些简单运算 你们应该都会吧 lock跟exponential的关系 所以最后出来结果 v就可以写成等于 v0 乘上 exponential minus kt 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 v跟时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这个图 画出来看呢 这个v 对 t的关系 开始是v0 exponential minus kt 是一个exponential k的函数 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函数 当k等于无限大 会等于多少 0 去近0 去近0 所以它是这样一个结果 当 看你k啦 k越大 这个收链越快 k越小 收链越慢 就对了 所以 v跟t是这样的关系 好 有了 第一个 有了 v跟t的关系 第二个 我们再过来 v等于 v0 exponential minus kt k的关系 再做一个积分 再做一个积分 所以变成 积分 这个dx 等于 v0 积分 1的 minus kt dt 好 这个是0到t x也是从0开始到现在位置 x 这边出来的结果 当然就是一个x 这边出来的结果 1的kt 积分出来 k分之1 1的 kt 0到t 出来的结果 变成 负的v0 1的 minus kt 减去1 除上k 这个积分 你们自己记一下 这个exponential kt k分之1 1的kt 上下下一带 出来就是这个结果 好 所以最后呢 这里算出来 x 是一个t的函数 就可以把它计算出来了 那把这个结果画出来呢 你可以发现 x在这里 t在这里 当t等于零售 x等于多少 t等于零售 x等于零售 exponential 0次方等于 1-1是0 所以 从这里开始 当t等于无限大的时候呢 这个等于0 变成是 v over k 复复变正 所以最后呢 变成在这个线上面 它是这样子一个渐进线出来的 这个是 v0 over k的结果 好 这个x对t的函数 是这样一个结果 OK 好 第三个要求 v对x的关系 v对x的关系呢 这是从这里来 好 这里 v跟v消掉 所以 所以变成是 dv 等于 minus k dx 好 积分 0到x 这个是v0到v 所以这里变成出来的结果 v减去v0 这里呢是 minus kx的结果 所以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 v呢 就等于 v0 减去 kx 这个画在图上 画在图上 变成是 这个是 v对x的关系 v0在这里 变成这样一个结果 变成这样一个结果 它到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velocity就等于0了 那 v这里是一个x的函数 v 这里 x又是一个t的函数 那这两个 或者说v又是一个t的函数 这两个有没有关系呢 如果这两个 到底这个对 还是这个对 两个都对 好 我们check一下 那么对b来讲 从b来讲 我们得到一个 x是等于v0 乘上 1-kt 除上k的关系 好 那1-kt呢 又可以写成为 等于是 v0 乘上1-kt 你看 1-kt 是什么呢 v除上v0 所以-v除上v0 再除上一个k的关系 那变成是 v0 除上这个是 v0 v0-v 除上v0 除上k的关系 好 这个消掉 所以等于是 v0-v v0-v 除上k k移过来 kx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结果 跟这个结果 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不管你怎么算法 它们中间的关系 都是同样的结果 就是同样的结果 那这个题目 只是告诉你们说 现在 x relation a a 它是一个velocity的函数 对于这样油药系统来讲 我们怎么样来计算它的velocity 怎么计算它的position 我们x relation有两种形态 一个是dV dT 另外一个是vdVdx 这个关系 写出来 你看看对对它两边 这个是vvt case constant不管它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v跟t的relation 所以你从这个结果导出来 就可以导到v跟t的关系 就在这里 就在哪里啊 在在在 这里 在这里 导到v跟t的关系 从这个结果呢 这个vvx 这个结果是v跟x的关系 如果你从这个积分结果算出来 这个是告诉我们 建立我们v跟x的关系 所以导出这个x跟x跟v的结果出来 嗯 x跟v的结果出来 好 应该在哪里 vvv 诶 这什么地方 vdVdx 哦在这里 sorry 导出这个关系出来 这个这个这个 x跟v的结果出来 x跟v的结果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看 从这个地方得到v跟t的关系 再进一步积分 就可以找到x跟t的关系出来 从这个积分 算出来是x跟v的关系出来 所以这两种形态 我们都可以用 只是看你要用来算什么东西 用算什么东西 这边只是告诉你们说 我们 自己的重点 这是两个 重新写一下 重新写一下 given一个x of t v等于dx dt velocity velocity 是单位时间 所走过的距离 这是速度 excelation 就是dVdT 单位时间 速度的变化量 这是我们的加速度 也可以写成为等于是 vdVdx的关系 这几个就是我们阶级里面 最基本的几个formulation 至于怎么应用 就看你given什么东西 你axcelation 可以是constant 可以是时间函数 可以是位置函数 可以是速度函数等等 那你就透过这几个关系 建立它们其他的关系出来 就是利用这几个基本的formulation 就可以做了 好我想再 这节我就暂停在这个地方 休息十分钟